二种降压药被爆含致癌成分 有你正在用的吗 提醒父母谨慎购买 老李今年65岁患有高血压多年 他一直依赖医生开的处方药控制血压 平时也按时服药 从未怀疑过这些药物的安全性 在老李看来 医生开的药自然是可靠的 自己也一向遵循医嘱 从不善则更改药量或挺药 一天老李的儿子小李 在网上看到一条新闻 称某些降压药被爆含有致癌成分 这让小李感到十分担忧 他立刻给父亲打电话 提醒他注意用药安全 并询问老李是否正在服用这些被爆的药物 听到儿子的提醒 老李虽然嘴上安慰儿子别担心 但心里却不由地打几鼓来 这些药物真的安全吗 他自己服用了这么多年 是不是应该去医院做个检查 确认一下这些药物有没有问题 为了解答自己的疑惑 老李决定带着自己的降压药去医院咨询医生 在医生的帮助下 老李了解到了这些药物的风险 并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了药物调整 这一经历让老李意识到 药物的安全问题不容忽视 也让他明白作为一个患者 自己在用药上还需要更加谨慎 一 哪些降压药被爆含致癌成分 近年来 时有新闻报道降压药因存在致癌物超标而被召回 其中就包括了流行降压药 奎纳普利 清氯塞禽片剂和厄北沙坦 近年来 有关降压药含有致癌成分的报道屡见不鲜 此次事件中 某些降压药物因含有N亚消基二甲安Ntma而被曝光 这一消息一经传出 立即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 Ntma是一种具有潜在致癌性的化合物 长期暴露在这种物质中可能会增加肝癌 胃癌等的风险 根据报道 此次被曝含致癌成分的降压药主要涉及到一些常见的药物类别 包括沙坦类药物如邪沙坦和某些特定的SCEE之际 虽然这些药物的主要成分在降压效果上得到了广泛认可 但在生产过程中 由于某些工艺问题 可能会导致Ntma的生成 老李当时服用的正是一种沙坦类药物 这让他感到格外紧张 医生向老李解释了Ntma的风险 并建议他可以考虑更换其他不含该物质的药物 老李这才意识到 自己一项信赖的药物也可能存在安全隐患 医生同时提醒 虽然药物中含有Ntma的事件值得关注 但患者不应因此擅自挺药 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调整 二 降压药的安全性如何辨别与应对 一 药物的生产与监管 药物从研发到生产的过程极为复杂 涉及到多项工艺和严格的质量控制 在药物研发阶段 制药公司会对药物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进行大量的临床试验 以确保药物对患者的益处大于风险 然而 即便如此 在大规模生产过程中 仍可能因工艺问题或原材料污染等原因 导致某些药物出现安全隐患 国家药品监管部门对上市药品 进行严格的审查和检测 以确保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一旦发现药物存在安全问题 监管部门会及时发布警示信息 并要求相关药物下架或召回 在此次事件中 某些降压药因含有NITMA而被紧急召回 患者也应及时关注药品的召回通知 避免继续服用有风险的药物 当药物被爆出含有致癌成分时 患者应如何应对呢? 首先 不应擅自停药 因为突然停药可能导致血压失控 引发更严重的健康问题 正确的做法是立即联系医生 告知药物的相关信息 并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药物替换或调整 二 患者用药的注意事项 在选择降压药时 患者需要注意几个关键点 首先 选择知名品牌的药物 这些品牌通常有更严格的质量控制和监管 其次 患者应学会查看药物成分 如果发现药物中含有被曝光的风险成分 应及时咨询医生 了解替代药物的选择 药物的不良反应 也是患者需要注意的问题 每种药物都有可能引发不良反应 患者在用药过程中 应密切关注自己的身体反应 如果出现头晕 皮疹 恶心等不良症状 应该立即告知医生 判断是否与药物有关 并在必要时调整用药方案 医生建议患者在服用降压药期间 定期复查血压 并进行必要的血液检测 如肝功能检查等 以监测药物的长期影响 这不仅有助于了解药物的疗效 还能及时发现潜在的健康问题 确保长期用药的安全性 三 如何与医生沟通 患者在用药过程中 与医生的沟通至关重要 患者有权了解所服用药物的成分 作用机制 可能的不良反应等信息 并应主动向医生提出自己的疑问或担忧 如果患者对药物的安全性存有疑虑 及时与医生沟通是非常必要的 医生可以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提供专业的建议 确保用药的安全性 当现有药物存在安全隐患时 医生通常会提供几种替代方案供患者选择 在此过程中患者应积极配合医生了解不同药物的优缺点 并在医生的指导下逐步过渡到新的药物 此外 患者还应坚持定期复诊 了解自身健康状况和药物效果 以便在必要时进行调整 三 如何预防药物安全隐患 为了防止药物安全隐患 患者在日常生活中应采取一些预防措施 首先 选择可靠的药品品牌至关重要 知名品牌通常有更严格的生产工艺和质量控制 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药物中的有害成分 患者在购买药品时 可以选择在正规药店或医院药房购买 避免购买来路不明的药物 尤其要警惕网络上低价售卖的药品 可能存在假冒伪劣的风险 其次 患者应关注药品信息的更新 药品的成分 生产工艺 使用建议等信息 可能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 患者应定期查看药品说明书 了解最新的药品信息 尤其要关注药品召回通知和成分更新信息 及时调整用药 自我健康管理也是预防药物安全隐患的重要手段 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 如饮食控制 适度运动 减少盐分摄入 患者可以辅助降压 减少对药物的依赖 同时 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助于提升整体健康水平 降低其他疾病的风险 家庭用药管理也很重要 特别是对于老年人群体 家庭成员应共同管理和监督老年人的药物使用 确保他们按时服药 不误服或多服 家人之间的沟通与合作 有助于及时发现用药中的问题 并采取相应的措施 结语 守护父母健康 从用药安全开始 通过牢里的故事 我们可以看到药物的安全性并非理所当然 而是需要患者 家属和医生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幸运的是 老李在儿子和医生的帮助下 成功换掉了有风险的药物 并找到了更安全的替代品 这提醒我们 每一位患者都应关注自己和家人的用药安全 及时了解药物的最新信息 主动与医生沟通 确保用药的安全与有效